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拉,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少女回戰最槍最射的手遊,旭哥來做攻略 那今天會講這個最新的角色,這個UR加焦樂要怎麼入手 那到底值不值得入手,然後還有這個技能組也會詳細分析給大家聽 他的技能組到底強勢還是不強勢,值不值得入手呢 詳細的入手攻略會講給大家聽,然後還有這個 最新的活動,這個無限試煉 來分享一下這個玩法 一些攻略,這個最全體包馬,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好,那旭哥來講一下這個UR加焦樂的入手的攻略 那首先呢,在這個改版到這個挑戰關卡的畫面呢,多了這個異界之門 那我們點進去之後呢,會看到這個焦樂 那這個是要180個碎片,UR加的碎片 在這個引龍殺陣這邊 然後他蠻麻煩的,他必須要首先收集到這個龍懸 然後 無中末路,然後血河飄,金剛骨,還有這個暗火蜂,這五隻SSR,你必須要先收集 那剛開始的話有機會拿到這個血河飄和金剛骨,那其他都是要靠這個 課金的這個獎勵 每日儲值來獲得這樣 這個真的入手方式蠻麻煩的 那這個妹子都還蠻香的,每一隻都還蠻香的 那旭哥目前是只有拿到這個 就是其中一個而已 金剛骨 其實 你開局想要的話也可以把血河飄一起拿下來 花點元寶 運氣好的話也不用花元寶就可以拿到了 那旭哥是差20個碎片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還要這個180個焦熱的這個碎片 CV4小田島 豐美 那最後呢需要拿這個 世界之星 然後再把它召喚出來,那世界之星呢是可以在這個無限事列裡面拿到,那旭哥等下攻略會講 那就可以入手這個UR焦的焦熱 這蠻麻煩的 這有三個步驟 就是 Step 1就是你要拿這個5個武將 Step 2就是你要這個收集這個180個這個UR加碎片 最後呢還要用這個 50個世界之星把它召喚出來 真的是非常難拿到,拿到大概就是 解鎖一種成就感吧 好那旭哥來講解一下這個UR加焦熱的技能組 那整體看了一下,其實技能組就是蠻普通的,沒有說強勢到哪裡去,就是一個正常的UR加 所以說他的 入手條件真的很困難 所以沒有拿也沒關係 好那主動技能一 三個隨機敵人清除一個強化的效果 然後呢對目標造成1000至3000%的誤傷 那目標越少傷害越高,最多是3000% 那假如敏捷高於對方還會附加這個600%的這個 真實傷害 敏捷真實傷害 那這個生命,對方生命高於50%的話必定會會心一擊 那低於50%的話則會這個 必定命中 某些方面有一點像那個就是 挪炸的 技能組的效果 那其實就還好 然後觸發會心一擊的時候可以清除一枚若一 再來主動技能2 對三名敵人造成1000至3000%的誤傷 那這個是生命百分比月低傷害越高 那假如這個生命值低於50%的話 對方生命值低於50%則會 對目標追加造成最多3000%的誤傷 一樣是對方生命越少然後傷害越高 有這個追加的傷害值 好那這個敏捷高於對方的話呢 則會有100% 使目標進入怠舵,怠舵沒辦法這個獲得落鷹 然後還會這個回復自身總傷害的50%生命值 可以順便補血一下這個倒是還不錯 那其他技能組都還OK 加3的話會有這個施展主動或普攻的時候呢 假如3人以上的話傷害會提升55% 就是一個buff 傷害值的 那加9的話呢 這個面倫加9的話會有這個 全體的這個反彈傷害提升20% 那這個一些角色,羅森門、張春華、隱隆會這些角色的傷害反彈效果 會提升40% 整體來講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角色 然後技能組的話 沒有說強勢到哪裡去 那接下來在這個試煉這邊多了一個無限試煉 那這個可以拿到這個UR加焦樂的一些資源 就是剛剛那個 那一樣就是一直派人上場就好了這個你可以 因為 他會有一些條件,比如說有時候是要上4個人,然後有時候要上6個人,然後有時候要上力量型的武將,有時候要上智力型的武將,有時候要上敏捷型的這樣 他會有一些設定,比如說現在要上智力型的 基本上你就是 前面應該都很簡單啦 就是不難,就是現在要上4個人嘛 就這樣一直推上去就好了,然後推上去就有支援 就跟試煉的玩法基本上是 大概99%像 87%像 就差不多 那 推完之後呢,你就可以拿到一些獎勵 那也會有這個積分排行吧 拿一拿應該可以去拿獎勵 那前面都不難啦,他越後面越難這樣 就跟試煉其實玩法是一模一樣 好,那 之後我們就到這個排行榜呢,可以拿到這個獎勵 點這個積分獎勵這邊 500分的時候有這個 覺醒單啊,然後 龍魂結晶啊,龍星啊 然後量子 鑰匙這些東西,然後一直往上 就這樣一直推上去 那這個世界之星就是來解鎖這個UR加交樂 就是要透過這個活動啊 他這入手方式真的很困難 蠻麻煩的 又要課金又要什麼的 然後右下角有一個這個量子區域的大冒險 那這邊你可以探索,那建議就是說你在 推到越後面再探索就好了 他會跟你說就是你越後面 關卡越高的時候探索的獎勵會越好 所以你可以留在就是你的這個 推完之後再去探索就好了 比如說你已經推到某一層,比如說80層推不上去之後 那再去探索就好了 前面都很輕鬆啊,就是這樣一直推就好了 然後推完拿獎勵 那對無課或是有課都是一樣,就是一個額外的bonus的獎勵 所以大家就盡量拿吧 他有時候會有一些加成的角色或是加成的一些效果 比如說這個下面有一些加成的效果 好 大致上是這樣玩,其實蠻輕鬆的 好,那最後來分享這遊戲最全的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首先點畫面右下角的搖桿符號 點進來在畫面下方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OG 0707 按兌換 這可以拿到177個元寶,還有一個福袋 幸運福袋以及這個 奇妙的許願組合 寫了KOG 521 KOG 521 按兌換 這可以拿到這個福袋 以及這個188的元寶 先輸入這個 SWIM PARTY 然後 520 SWIMPARTY520 SWIMPARTY520 按兌換 這可以拿到288元寶 然後這個就是福袋 還有這個轉戰券 UR的轉戰券 算不錯福利 再來是這個 OLFRIEND FRIEND 然後888 OLD FRIEND 然後888 按兌換 這可以拿到這個100個這個彩虹的寶物的碎片 還不錯 還不錯 然後有188個這個元寶 還有這個玫瑰花 再來是這個 VIP 然後666 VIP666 有這個新藥城 輪迪盒 還有玉金香 再來是 VIP888 這個有新藥城 然後邀約券 還有這個玫瑰花 再來是VIP 999 這個有新藥城 然後轉戰券 SSR轉戰券 變成這樣這個玫瑰花 再來是這個 KOG 然後666 KOG 666 大寫的 按兌換 這個有10個轉戰券 找到這兩個 我覺得 然後 麻辰 斯 опис 在先 俊